今天我们要谈论早歇早歇是面临婚姻夫妇的问题之一 上次我们谈到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是疗法为这一问题 还我们将谈论阳尾和如何我们解决它甚至小阴境现在有一种疗法 我们将知道它所有与帝阿拉阿达尔来热斯格兰整容手术和阴境的科学中心主任欢迎 起初我们想要知道什么是早歇和其原因以及如何解决它呢 好吧 书说早歇了关于从三到五分钟和别人说话了从五到七分钟 但我们可以说这是理论不现实 所以我说过早社经时 另一个不会达到其恍惚还有27%的妇女达到一分钟和其他90%在恍惚我N大约七分钟 所以我们想要对每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再作为早洩取决于麻醉神经 把它砍或烧它油锅 但这些不是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它至少需要九个月 问题又来了 也是这些都是非常昂贵的至少三千五百美元和在某些情况下令人没有回应的所有操作 还有一些心理这样说你可以认为其他的事情当你发生性关系但这会丧失乐趣 一些说作马斯克约翰逊斯的是好事 而它是一个全球的解决方案 实际上它说明了很多的人 但经过三年它成为很没用 使紧张局势紧张 还有医疗解决方案 但它有一些副作用 导致失税和增加心跳 悟空这里在埃及人服用韦哥将他秘密 因为他们连接之间的男子气概和男子气概也被称为菲利克的身份 男子看到阴近的关键在于他的个性 但这绝对不真实 所以为要解决这一问题 我发明的手术智慧财产权权的当所在我名下 和罗使用它自从五年前 效果很好 早泻有三个理由 大脑、肌肉在射精过程和神经的影响 其他手术治愈只是一个从这些三 所以它并不能补平所有的病人 还有性爱梦 在梦里是一阶段被称为快速的眼睛 他们发现梦只是用了六秒 射精过程只花了0.48秒 所以大脑不射精会花了半秒的第一主导 肌肉 当我们推得因进肌肉收缩力 正面部分 在性爱过程中肌肉收缩力很多时候 在那时 男人射精 所以我连接这两者之间 开始切纳肌肉 看看什么会发生 于是谈两个部分 我发现60%的患者完全愈合 还有其他问题 向一些病人告诉我 他们是从阴境的皮肤很敏感 他们试图把一些分母剂 在阴境上而没有任何结果 所以我们发现阴境的敏感地区 是在下半部分称为 DELDA 关于一厘米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发现是否我们删除的部分 从阴境 它将提高射而出 那是非常局部麻醉药对阴境的特定部分 然后我们发现我们做的两块肌肉切成和移除三小周时 它会愈合病人 约97% 现在我们有的只是4% 病人有大脑控制射精 就是问题导致病人取药和药物剂量 这次将会比以前小也 但如果我们做这个手术 需要没有影响 它会效果很好 在那之后研究和操作的正常的人也来到我来增加射精的时间 所以我们开始做正常人的行动和效果很好 教育署或博企功能是大多数男人的问题和支架发生到解决这个问题 什么是发生在该支架的进化 经博企是血液涌入 还有一些症状如硬化静脉显示糖尿病患者40岁 有时却在年轻的年龄 病人来我是17岁的时候我们选他做支架 因此他被视为一个遗传的弱点 那是如此罕见 所以怎么病人知道他有博企功能障碍吗 他评价从他的历史 是他以前和现在不是很好吗 所以做支架是什么 他是一个替换他有点像作笔的心和里面的血液有露营材料 我们把它放进阴镜 那里曾经是许多类型的支架充气和半柔性 曾经是最适合我和他有没有问题 在树立后没有就任何问题吗 他有没有问题和他与身体的灵活性 一些糖尿病患者问我是以我为例支架上有问题 没有是没有问题 首先我们设置糖在血液中 然后我们做这个手术和放支架 做局部麻醉或充分麻醉操作 做他实际上的两种类型和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 正常支架缩短翻译公司从2.5到4厘米 而且我操作也放大用支架 我还可以做皮下注射 所以这就是治愈所有类型的面对阴镜的问题 我可以做皮下注射